常年投入环境保护及生态富裕工作的 竹山镇清水溪生态保育协会 为了让更多民众一起来为环保 尽一份心力 日前也特意选在小黄山景观区 办理环境生态保育宣导活动 这场活动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到场响应 民众们也希望透过身体力行 来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让受污染的环境能恢复往日的样貌 因为咱以前就是 厨房也要双双双双双 我们看到我们就在山里 我們看到魚放在外面很漂亮 像我們去放魚 拿著大土魚放下去 感覺我心情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這個保持這個水土什麼樣 小時候都會到溪面裡面去玩 那現在就是因為工業化之後 這個溪水就會比較汙染 那所以我們做這個清洗保護 是希望說能夠再回歸之前 我們小時候的那種狀況 能夠溪裡面有蝦有水 那就表示說我們這個溪是乾淨的 鮮遠油耗活動當天也特意到場 除了肯定竹山鎮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 為環保工作的付出外 也邀請民眾能夠一同投入環境保護工作 今天的話我們的竹山 帶大家非常的陽光非常的健康 我們的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 在我們的小黃山這邊舉辦進溪活動 以及環境保育宣導的活動 那過去來講我們清水溪生態保育協會 在許黎晴理事長的帶領之下 不斷的針對我們的竹山陸谷地區 還有許多的環境保育 生態富裕的部分 還進行很多的義工活動 環境保育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那也適合說全家大小 大家一起出來 一方面也踏踏青 一方面也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活動 所以像環境保育這樣的進行活動 值得推廣 那也值得身體力行 所以邀請大家一起來參加 議長和尚峰也齊許透過此次活動的辦理 能讓更多民眾了解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並能一同來參與執行 使自然環境的美好得以維護 記者盧宇凱 竹山採訪報導